王玉川在节目里面讲说 我们现在对于小草跟太阳花 还有这个青鸟所有的活动 我们都做了对比 对比了以后几点一次 1月12号的这个小草 还有5月19号的小草 跟现在在立法院旁边的青鸟 他是不同的人 那大家就非常好奇了 你怎么去做对比的 那现在很多人帮他帮他讲话 说那个反正就是大数据啊 不对 大数据你只能知道外面的一个轮廓 你没有办法知道说 你没有办法把这三场不同的活动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你进行这个比对 你如果要进行比对的话 你干嘛 你就可能要拿到你最原始的资料 也就是参加这些活动 所有的所谓的电信号码 也就是你的手机号码 这跟我们在疫情期间 你进到某个管制区域里面 你都会收到简讯 那个内容大概是一样的 现在大家觉得恐怖的是 本来当时是因为传染病防治法 因为当时台湾非常的紧急 所以我们开了一个后门 让我们的政府部门 可以取得这些个人资料 难道现在 民进党还在使用吗 而且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 现在是中华电信出来 我跟王毅川没有任何的接触 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 现在远传 现在台湾大哥大 也是表达同样的看法 现在王毅川网路在这个汪洋当中想下船 但也没地方下为什么 因为他所声称的是 不好意思我的资料都是来自于民间 都是商业啊 所以这个分两个城市 第一个中华电信说 我从头到尾没有跟王毅川先生有接触过 远传电信也说 我跟王毅川没有合作 而且第三方新闻所述 有业务往来 没有 台湾大哥大也说 所有都跟王毅川讲 我们跟他没有任何联系 远传讲这个就非常严重 他说我不但是没有跟王毅川 我连任何第三方都没有 也就是我没有针对 1月12号 5月19号 这两场活动 我有提供任何的资料 也就是如果任何人 你说你拿了远传的东西 那代表那是假的 有问题的 同样的 今天中华电信也要去澄清 除了没有跟王毅川之外 有没有第二个委托者 第三个委托者 你针对了1月12号 5月19号进行调查 如果都没有 商务往来都没有 那王毅川的资料从哪来的 可能就是不知道 天上掉下来的 为什么 而且他们有讲第二件事情 就算中华电信 就算远传 就算台湾大哥大有提供资料 而那个资料是什么资料 就是去识别化的资料 换言之 我只知道统计的数据 但我不知道来源是什么 可是王毅川讲的不是这样子 王毅川说 我跟你们三大电信拿的 王毅川说什么 说我有 raw data 可以去比对 否则你跟我讲对比什么 怎么比对 没有办法比对 所以王毅川现在讲法 完全都不容 因为现在尴尬的是 他如果第一时间跟大家讲说 没啦 五会啦 我就超大 我就不说的啦 那还可以下车 但不是呢 你讲的这个煞有其事 因为原本主持人还有问他说 你这个来源 怎么会有这个来源 王毅川说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哦 是基地台讯号打过来的 基地台讯号 所以就是三大电信嘛 就三大电信都否认 那你又说去比对 结果现在掰不下去 开始讲说 我跟朋友 我跟朋友拿到的 这是朋友所做的 但是你看 电信也怎么讲 王毅川所获的资料 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朋友 神界鬼界还是人界的 都不可能 因为这不是常态 而且今天远川 你看到这边 我再强调一遍 不是只有王毅川 连第三方都没有 所以你说你那个朋友 那个朋友是哪个第三方 没有这个东西 对 所以我现在提供 中华电信也好 台湾大哥也好 你是不是要跟进加码说 对 我们不只没有提供给王毅川 我们也没有提供给第三方 你知道为什么远传特别聪明 要讲说不能提供给第三方吗 因为你就算提供给第三方 代表有办法对比 就代表你泄露了原始资料 所以远传特很聪明嘛 他说这是违法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干得下去 我当然没有啊 所以我现在反问哦 中华电信跟台湾大哥大 是不是也有提供给第三方 或者是你们要否认这件事情 至关重要 因为当你们没否认的时候 没有 所有大哥大 大哥大 全否认了 大家都跳船了 林佳蓉说王毅川就是王毅川 林佳蓉就是林佳蓉 这句话就是 搞不好在台里 说什么生笑 当初王毅川可是 林佳蓉的交通局长 而且 他一手提拔上来的 对那林佳蓉当时 为什么会落选 就是因为交通做得很烂嘛 所以你看他还一路 这样不嫌弃他 跟着他手把手的 带着他长大 那这个刘世芳是什么 刘世芳内胜部长 就是当时我们在 COVID-19疫情期间 掌管到所有人的行踪 以及电子围离 至关重要的主管机关 他怎么讲 他说我不知道 你要去问王毅川 这不是我们提供的 因为即便我们有做统计 但是也不会像王毅川 那么详细 我们都是有去识别化的 但更狠的在这边 再讲这更重要 今天刘世芳这样讲 就代表 今天很多的侧异 甚至有些手的大学教授 来帮他撇清 其实说这个是根本就是 大数据 这是一个智慧化的发展 刘世芳自己讲的 我有做这个统计 可是没有像 里面没有攸关 个人资料的问题 对 所以换言之 为什么远传要跳船 为什么其他人要跳船 因为王毅川的讲法 各位这才是重点 攸关各资的问题 代表你一定要有 涉及到侵犯各资 才有办法对比 所以你看柯建民 也聪明得很 说你直接去面对司法吧 不要再多讲了 但是各位 有一个人 给我们指点了迷惊 这个人叫做谁 叫做蔡明燕 国安局长说 我们可以不可以 调到这个东西 可以 但是国安局要 十二道金牌 也就是我们要通过 法律上的程序 我们要通过 行政上的流程 而且还有高等法院裁定 我们才可以拿到 这个资讯 但他说 如果说是民间单位 如果说是民间公司 跟电信业者之间的合作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电信业者 有能耐提供这样的资料 有能耐提供这样的数据 所以万一之 问题何出在哪里 如果电信业者 真的提供到这个数据 他就违法了 对哦 而且他会涉及到数亿元的球场了 没有错 所以你看中华电信怎么讲 他说我们用大数据 人流分析 这是他们官方的东西 你看他讲说什么 我们可以掌握人流 可以统计 可以人潮分析 但 少了两个关键字 保定哥少了哪两个字 我们可以帮你跟竞争对手做对比 因为不能对比的 好不好 这个东西 但是结果没想到 彻翼越帮越忙 为什么讲越帮越忙 你看一下 这个农艺女孩 看自己的粉专件 跟大家讲说 有啊 我们当然有这个东西啊 因为呢 在当时疫情期间 防疫距离 还有包括我们的 早就已经有用过这套系统了 哦 那真相大白了 各位 为什么 因为疫情期间 保定哥可不可以用这套系统 可以 当然可以用啊 因为我们疫情期间 包括你在万华那个时候 是不是六十万人直接匡列 所有被居家隔离的好朋友 一定都有印象啊 我是不是坐在家里面 然后我想说 我偷偷去便利商店 走个五公尺 没问题吧 结果当你走出门边 靠近便利商店 对对对 银声响起 你已经脱离我们的警戒犯 各位请问一下这是什么 这就是追踪啊 但很多人都以为说 那时候以为说 是GPS追踪法 错了 结果发现根本不是 是什么 是三角定位 因为各位 你现在可能不知道 其实你周边都有 非常多的基地台 但你知道这些基地台 有个作用 它是画一个圆圈的嘛 所以如果有三个基地台的话 保洁哥请问 可以画到什么 变成一个电 所以它其实不是 直接定位你手机的GPS 它是利用C地台的信号 来做一个三角定位 而在疫情期间 包括万华的人 包括我们那讲 阿公兆的人 通通都被这套记录 行踪全程掌握 但如今 如果这一套疫情的系统 把它弄在政治上的工坊 会有多可怕 各位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中华电信的人 自己招任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疫情这套系统 就是这个叫做 李承伟的大数据总监 他提供给陈宗燕 陈宗燕是那时候 副指挥官 他说 宗燕 宗燕 副指挥官 我这边有他系统 可以帮助你来排解 疫情上的障碍 陈宗燕那时候还开一个会 说非常好 就马上运用 结果没想到这个250 宗燕哥你看看 他在自己的实务成就里面 第一点写了什么 他说 我建构了台湾 第一套 人工智慧 选情预测系统 我的天啊 中华电信的大数据总监 自己承认说 自己有用选情预测 甚至后来还被什么 被媒体踢爆 在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 亲自邀请民进党的高级幕僚 说我提供给你数据热点 这个数据热点是什么 就是我在疫情所使用的 人流定位追踪 来给你做造势场的运用 所以这把火越烧越大 如果属实 不只是中华电信 得面对到非常巨额 可能数以百亿的赔偿 而到底是哪些有关单位 到底是哪些政府部门 哪些政党使用了 通通一个都会跑不掉 好 玉棚 刚才讲 现在王毅春最大的问题 不是说 我今天拿了一个所谓的data 就做检测 他是刚才讲 我是经过对比的 他对比跟这个517的 这些小草的讯号比起来 他是不同的人 而且他从哪里开始 从1月12号开始比 1月12号讲 你1月12号 他还不是政策会中心主任 执行长 那你当时还没有 你怎么会有这个data 那难道这个data 本来就一直在民进党的中央吗 那如果一直在民进党中央 你现在给拿出对比 你不是害死民进党了吗 现在来讲的话 王毅春这个政策会执行长 是不是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 然后盒子一看 哇 不是你当了政策会执行长之后 他不是说 我有一些朋友 有一些民间的企业 可是 这样把这个人讲的 选前之业 你那个时候是谁 你那时候是被抢救的 王毅春大兵 你是抢救毅春大兵 对 你是毅春大兵 你是被抢救的 你还没有拿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为什么你现在会有那个资料 对 是不是 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份 然后那一份留下来 然后接下来的时候 小草又有一份 然后接下来轻鸟又有一份 你三份东西丢进去 组出来的一个故事 你才有办法讲这些东西 最可怕的发展就是 刚刚讲 就像他们的侧疑自己讲的 今天在防疫的时间 我就有了 而我住外华 我感受这更强烈 你在外华有个区域里面 你只要经过这个地方 你的手机就会捡到解决 今天我如果是小草 我是柯文哲的知识者 我今天跑到柯文哲的场子里面 我居然就在某一个档案里面 我的电话号码就在这里面 然后等于说 517档案 519档案 113档案 那我的电话都在里面 那我今天要 我今天524档案 我就把这个电话一对比 你就知道说 你到底是不是同一批人 你到底有没有相关性 这才合理啊 可是如果走到这一步 那你跟中国共产党 有什么不一样 对 在过去以来 大家会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的个人资料 竟然会这么赤裸裸的 只有在集权国家 但是大家回头 就看王云川讲的这个东西 你跟过去的小草比对 也不是这些人 所以小草也没有跑 他知道小草是谁 对 然后他还说 我们去比对 如果你知道小草是谁 那这个小草会被担命 做记者吧 那这个小草在任何的单位 你会被点名吗 而且你就想到 为什么之前PTT 有一个交通局的科长 他不过在里面讲了一些话 这个交通局的科长 马上就被点出来了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其实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为什么我们刚才讲的1月12号 那时候你还只是一个 抢救王云川大兵的一个大兵而已 你那个时候根本跟你没有关系 可是你说我们有去比对过 我们到底是谁 难道一直以来 这些政治的集会 都有做这些东西 然后都把你点名做记号之后 每一次都会有一份档案 然后你的电话号码就会 然后最后来弄出来说 你到底参加过几场 所以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你现在回头来看 为什么三大电信公司 都要发这个声明 那就是因为 知识体大了 这件事情大到 三家公司刚刚讲 中华电信 远传 还有台歌大 全部都要自清了 对 这东西搞下去之后 没法收拾的 所以其实你从这些声明里面 你会看出来一个猫腻 中华电信讲的最RAF 我跟王毅川没有任何接触 没有任何业务下台 远传直接告诉你了 我跟王毅川没有 跟第三方也没有 然后台歌大也说 这些东西来讲 并不是去识别化 不是把身份证资料拿掉而已 还要把所有的东西 你没办法逆向去追查的 所以呢 对 今天台歌大讲的关键是 我不是把身份证名字拿掉 而且我要有办法 我要让他没有办法 从资料反推用户 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虽然王毅川在电视上面 可能不小心讲了真心话之后呢 又有其他的车衣 又有其他的这个教授 资安专家 跑出来为他辩解 可是一辩解 你就是越讲越糟糕 越帮越到忙 所以呢 大家来讲说 这些东西远传 是民间的企业 台湾大哥大 是民间的企业 我当然要直接 把这个话给堵死 而且他们都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 如果牵者照这里面 刚刚将吴董所说的 那会牵涉到庞大的诉讼 牵涉到庞大的诉讼 那对他们的股票 对他们的公司 会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 这个弄下去之后呢 传体诉讼下去的话 都是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的 一个求偿金额 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说呢 大家敢用你的手机号码吗 大家敢用你的服务吗 对啊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 我们今天来通告录影 然后旁边就是青岛东路 我也是经过啊 我难道 我的手机号码 现在其实是民进党 我愿意到青岛东路 我有去青岛东路 对 那个就是宣誓效忠 但是弄下去之后呢 一般的人 会不会胆战心惊啊 到底要不要用他们的手机 大家就要想一想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 报内幕 话题不设限 我是张道合 周一道中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 等你来上线